《电影狂业》主持, 陈子芬 被绝有的十二年 12 years a slave 最近几个班长也获得多行大奖 由Steve McQueen 执道 讲述 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小提琴家索罗门 1841年 当时32岁的索罗门 被绑架和败卖到南部 Lucyana 州做黑奴 十二年的黑暗岁月 看过这部戏难免令我比较 Tarantino 上年有份提名奥斯卡的电影 《Django Unchained 黑杀灵》 亦是讲黑奴 当然 吊子和风格的两部戏都有所不同 Tarantino 那部戏是大玩黑色幽默 在扣片的风格 与12 years a slave 大相敬庭 Steve McQueen 严肃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面貌 不论主角、配角、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 有更深刻的描写 由于男主角Triwetel Ejio IV 演出更加令角色更具深度 所罗门忍辱负重地不惜为求生存 被压迫忍无可忍 为了自己的尊严作出捍卫 为了能够跟自己的妻儿 而是重聚天论的 其他合演的包括Steve McQueen 的爱将 Michael Fassbender 飾演空残无导的奴隶主人 以及第一次在场片里演出的Lupiter Yongo 飾演被强迫成为奴隶主人的舌辱工具 也有很立体的描写 电视剧Sherlock Holmes 的男主角Benedict Cumberbatch 也饰演另一位奴隶主人 也对主角受其他白人欺凌 也显示了怜患之心 证明黑人导演Steve McQueen 并未一味地抹黑白人 值得一提的是 戏里面大部份的景色 都是在日间的阳光普照下拍摄的 当然啦 主要原因是希望 因为大部份的演员都是黑人 当然要在大部份的时间 日间拍摄 不然打当有时间打 当然当然是开玩笑的 我会觉得导演有个暗语 无论你身处在一个如何困难的处境 其实外面的世界仍然是美好 继续在运行 一个桑礼,四个失礼 August Osage County 陈容鼎盛 包括有Meryl Streep Julia Roberts Benedict Cumberbatch Eran McGregor Chris Cooper Abigail Breslin Juliet Lewis 哇,有排数下去了 剧本是改编至画剧 August Osage County 也在2008年 是一个东尼大奖的得主 当然,卖点自然落到两大影后 梅丽史翠普大战的朱利亚洛特斯 影片描述一个 可以说得上是 Dysfunctional Family 家庭成员会不断用很难堪的方法 互相针对对方 戏里面也有不少很多尖酸黑薄的对白 一众演员的演出 可以说得上是好得无话可说的了 当然,梅丽史翠普这部电影的角色 令对轻而易举得到第18次 奥斯卡的提名 也是一个新的纪录 朱利亚·罗伯斯也获得女配角提名 但是导演John Wells 在分镜方面似乎非常外板 除了看到不少梅姨姨和大口姐姐的 揭司底里的个人表演之外 但其实这个电影感是欠缝的 感觉就像在看舞台剧 由改编舞台剧成为电影 一个丧礼,四个失礼 可以说得上是并非一个最佳的示范